好...然後到下一套 Umm miau M miau Dong DongDongDong 你們幹嘛? 我們先噬6個小時 我們先噬6個小時 你們噬6個小時啊 你們噬到的話 這是潛艇法內雅子 或者是未少去邪神來襲 那這套 這套東西 可以說是黑馬,因為之前其實是黑馬的,很多人期待去動畫版的,但之前那套是Fresh,令很多人非常失望。 所以這次正式動畫版就令那套很興奮。 我想問當時Fresh動畫版是怎樣的?可不可以講一講解? 其實它當是日常生活日記那種的認識,好像玩Figga,看一看東西。 有些突然間可以發佈,或者是一件小事件。 你當真入幕後真是這樣,每集幾分鐘的就是。 這次正式就是意義上的動畫化,你可以說是。 非常之表現良好。 好,好,好,良好。 你應該說有很多勒他,而他的勒他就是,如果你有看戰隊,或者你有看拉打的話,你會非常高興。 如果沒有看就好像古怪不怪。 沒有看的話,你只可以當是那個角色的特色。 他都很。。。 不,我實在這裏的特色,你不要理他什麼設定。 不,其實他有一件事,重觀回我,我看到第三集, 其實就算你不懂D-Letta, 但,我想你可以就。。。 因為他聰明了一件事,就是他把每個角色就說,那個人是惡搞拉打的。 他就正是惡搞拉打。 而就算你不懂拉打,你就當他是他自己個人講話的特色。 這時候是要做一個好的字幕組。 通常字幕組會幫助你。 我想問,大家會不會覺得那個女主角很吵? 幾個? 其實我不喜歡他的。 很擾民。 我是很不喜歡他的。 他有這麼多對白,加上你要找阿誠加勒去配。 我的聲音挺尖的。 很累的,聽到。 而且那個女主角也挺黏女的角色。 是呀。 邪神來的。 邪神。 黏女啊。 我一開巴巴就黏住Mahiro-san。 對,然後就給你一個火女黏住了。 那些對白一樣的。 只是聲音不同而已,但那些都是兩個黏女而已。 只是搞了一些白合的劇情。 那這個故事其實就叫做借這個蘇克魯神話的角色文化。 借著。 不,他說可以變成圓形,但他不變。 圓形就沒有滅出人了。 什麼?圓形的觸手啊。 什麼?圓形的觸手啊。 蘇克魯神話裡面大部分的神都是一些章魚星的生物來的。 咦? 而究竟他的圓形是什麼呢? 那大家自己也找圖咯。 我又毋事講了,真的。 我以為請教一下,是嗎? 我看過網上是有圖的。 其實打蘇克魯神話,你跟著就會見到很多。 有一張圖是直接配了加內子和那張邪神樣,兩個等於。 配合其他作品,哪個角色和他的神話是哪個樣子。 而因為呢,其實呢,你蘇克魯神話,我不知道他,我不太記得他有沒有說。 總之呢,其實蘇克魯神話裡面的神呢,基本上是沒有男女性別之分的。 嗯。 即是,他是應該是無性的,理論上。 如果照... 設定。 因為蘇克魯神話都是一堆設定來的。 而照設定來講的話,他應該是無性別的。 但是那個神話呢,沒有用鐵筆啦,沒有用雷射槍,這些東西。 哦,那這樣東西,沒有爆爆的。 已經是惡爆來的了,已經。 是啦。 那當然,有故事就講,就因為這個... 加內子就看中了... 是,蘇克魯神話。 他說一見鍾情啊,他說。 看中了阿珍沉,然後就... 你用了很多人事關係,自己去下地球,去保護他啦。 而當然,你說他被人襲擊的理由,我覺得是非常BULLSHIT的啦。 你說這套影音也是這樣啦,不要... 他純粹是找理由去... 找理由去讓女主角進去... 不是,那些理由... 那些理由都不是有的。 那些理由都不是有的。 拜拜。 他以保護阿珍層為名,去買一些動畫、漫畫輕少說的。 第二集是說那些邪惡的... 那些邪惡組織為何要捉男主角呢? 因為他是一個很BL的好街的人士。 BL的好街人,最佳人。 這個真是... 那整個動畫他真的很BL的。 他會不會捉到星球裡拍呢? 我真的在想,他跟誰拍呢? 這個人只是人樣而已, 第奇那些都是怪獸樣來的喔, 整個那些。 對啦,美女野獸。 但明明你有地球人類保護法的嘛。 應該你可以捉個地球人去拍片的。 對啦,他們還要拍... 他們是犯法的嘛。 都說非法組織。 非法組織。 非法片。 OK,對啦。 但我又覺得很奇怪, 你說第一集就說他們... 就是... 說走私那些... 走私那些動漫畫啦, 走私上去月球那裡啦。 不,他真是... 打正名號就是說, 我來宣傳,我來勒哈。 沒問題, 我將自己的... 將整套東西, 做這些行為, 你再抓住他囉。 你看看你輕少數在哪一本啦, 有一型的嘛, 宣傳囉,廣告囉。 對啦, 感覺上是完全都不成理由的, 就是這些東西都... 這也沒理由的, 沒有理由的。 原作劇情好像是這樣的。 我知道, 但是... 感覺上你已經覺得很奇怪啦。 還有, 第二集就說, 那個... 做黑市犯... 就是... 人類綁人就是... 這是沒有基準可言的。 這個東西是沒有基準可言的。 請解釋, 為什麼宇宙CQC是轉到下面的。 哈哈哈哈 我說說, 宇宙CQC就是宇宙CQC嘛, 他講過的。 他講過的, 他的設定裡面, 就是說, 宇宙CQC其實在裡面應該是大多數的角色持有的技能來的。 而所謂的宇宙CQC呢, 講的就是, 不是我們所認識的CQC, 所謂的近身格鬥技。 而是, 宇宙CQC的意思呢, 就是說, 只要你認為, 這種的攻擊行為是宇宙CQC, 就是宇宙CQC。 所以, 外奧砲都是宇宙CQC的。 而是不需要別人認同的, 只要你認為是OK, 就OK的了。 石叔教你什麼叫CQC, 麻煩你。 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CQC, 我都不明白。 石叔你表演一下吧。 不過都奇怪, 他的對手都很弱雞, 每次都在斬樓, 會死鬼了。 你明白嗎? 戰鬥裡面, 有什麼是一位一樣呢? 戰鬥員, 其實他很向Ladar致敬的, 他每集的封面有人鋪了, 他的封面一點的封面, 是跟回那麼多Ladar的變身動作。 即作者是很喜歡Ladar的, 起動畫道也有很多Ladar的Ladar。 而我覺得製作群, 我不知道還是原作, 因為原作我沒有看的, 他是很喜歡電王咯。 沒錯, 我很喜歡電王。 而之後就應該是DK了, 而英後就應該是... 他又出了DK了, 但那個十周年紀念版, DK團。 所以我說, 他是很喜歡那兩套, 我不知道是原作者喜歡, 還是製作群喜歡, 總之他是很喜歡DK, 而DK的話就賣一個廣告, 現在無線正在做的, 叫低騎, 我記得是叫, 做到試戰隊那集, 大家都很開心了。 但是還有寵物小精靈, 他有一隻呢, 就是我們聽說, 寵物小精靈球而已。 不是, 那隻是龍來的, 我沒見過他有翼的河馬咯。 哈哈哈哈哈哈, 你沒見過咯。 河馬有翼嗎? 他玩了才好笑咯。 你沒見過咯。 但是他說他變大隻手, 變小隻手之後呢, 我覺得擺明是寵物小精靈的。 而最可怕的是那隻可以變電單車, 對, 那隻是DK的劇情, 那種是強加模式, 所謂的。 怎樣啊? 好噁心。 DK的, 你開了他, 他不是又說他, 行きます。 什麼呀? 會痛一會兒, 一咚。 哈哈哈哈。 拉開就變了他。 不,其實他好像是, 他厲害他的範疇, 我們可以說一下, 所以剛才這樣說就是, 蒙面超人啦, 戰隊啦, 高達啦, Gundam, 跟著就還有聲戰的, 他一開始推出耳朵死嬰斯, 那一段東西, 那一段東西, 其實是聲戰的東西來的。 哈哈哈哈。 他真的玩得很多。 然後跟著好像剛才說, 精靈球呀, 寵物小精靈啦。 什麼都玩的啦, 什麼都玩的啦。 對, 幾乎, 真的很多技術作品, 他都, 你這件事我覺得對比, 當然可能說, 性質有點不同, 就好像新濃會之一傳那類型, 但新濃會之一傳那類型, 玩的範疇就雜一點點, 他就玩得好盡, 什麼都玩。 出現效果就OK的, 我怕他沒有賣版權, 東映好事都沒有那麼開玩, 還有一些叫做什麼呢, 他都, 賣一些廣告類似的東西, 當然有, 好像剛才所說的一些作品, 還有就是, 大家聽到就是, 很流行就是流行就是, 本來大家都不知道什麼叫Z值的, 大家就突然就很聰明, 那什麼叫Z值呢? 請解釋一下, 我也不知道, 其實Z值其實是這個, 蘇魯魯神話的TRPG的故事裡面, 一個重要的數值來的, 正面的, 正面的, 大家不說, 他就是一個叫做, 每個角色都是一個叫精神值的東西, 那這個精神值的東西, 就視乎就是, 你去對抗一些, 就是一些神秘恐怖的, 生物也好, 事件也好, 你的抗性能力, 當這個數值, 跌到去0的話, 你操控的角色就會發瘋, 哦, 那就是事記值, 即是, 人類的理性, 你可以當是, 對抗未知的東西, 的抗性, 你可以這樣說, 人類的理性, 你可以用理性去解讀, 即是EQ, 而這個數值其實是, 在Solo上的TRPG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呢, 如果數值低的話, 任由你其他數值, 你就算一個智慧爆燈的人都好, 你都好容易嚇死, 哈哈, 那我真的, 即是, 即是, 這個就, 小小就是, 他自己, 努力他回, Solo神話的小小東西, 這個就, 大家有沒有嫌呢, 其實他的戰鬥場面, 即是, 略為弱弱一點, 他根本不是玩戰鬥場, 他不是賣戰鬥, 他好笑就行, 你有沒有看過江湖四口的戰鬥, 仙女山花, 猴子偷逃, 黃狗蛇你這幾招咯, 大哥, 他來來去都是用鐵筆來飛來飛去, 夠的了, 打個地方一招, 你不明白, 當你打中那個部位之後, 你什麼血都馬上死, 大哥, 好正常的, 感覺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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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瘋狂, 你是不是覺得瘋狂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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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到瘋狂, 即是, 即是, 你會覺得, 即是, 分到地球人, 分到地球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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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拿回Solo神話那些東西,全部都是宇宙未知生命體的東西,他們沒有性的嘛,他們又不是人類 沒有性 每個人都喜歡看BL,看他們那些 那這套作品的設定就是 我多人喜歡看BL 全個宇宙都是人類,地球是一個娛樂的寶庫 原來寶庫的那些是因為他想賣日本的十八九文化那些 那與BL無關,十八九文化不是只有BL 那當然是限制著剛剛好來這幾位邪神,都是喜歡這道菜 女主角不是喜歡BL的,OK? Google喜歡女童 是GL 那其實,不要那麼強調的BL好不好? 對,我都很奇怪 其實想想想想都說得很奇怪 其實,我知道了,之後其實 他現在只是暫時涉及的就是所謂動畫或者漫畫 之後其實是開始向遊戲入手的了 而接著他在那一部主機呢 那大家自己看吧 某你? 難道他是某你? 自己看吧 自己看吧 噢,自己看吧 我就不看透了 真是人生共憤 那當然你說,除了這 就是,根本上整套東西是由聶下構成的 所以其他所有東西其實是不重要的 不,起初我還看這套東西就打 例如魔獸翻,打鬥熱烈 認真你就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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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女主角圍著一個男主角走 不是呀,是為一個女主角跟著男主角 一個女主角跟著一個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跟著一個女主角 一個女主角跟著一個女主角跟著誰 我不是女主角來的 不要說其他劇頭的東西了 剛剛才知道 但其實我只可以說 不過其實未必 我覺得很多人看動畫的人 都未必一定有看拉打 其實有些人看錯了 其實我覺得你如果有看拉打 這套東西就娛樂性是豐富一點 應該是最豐富的 暫時就是 非常豐富 是的 就好像在座幾位 我們都有看這個 蒙面超人的 其實好像不知第三、第二集到 內亞子變身的動作 其實應該是V3 不是強者 其實不是 因為動作準備是不同了 不過其實你解錯也無所謂 都不會影響你對故事的搞笑 其實無所謂 人主角看好笑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說這樣 譬如我沒有看拉打 我就真的有時候 又變戰隊又變超人 經常要戰隊 我不是很想看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他之後 我就說他會加入 在ACGN這四個範疇裏面 他都涉及得幾足 我聽回一些有看過原著的人 還有我看了頭三集 頭兩集 頭兩集 三集 在三集裏面的故事 都講到這類型的東西 其實就 就算你好像說 你好像說 阿塔亞那隻小 阿塔小弟 就算你說 刺他一下 那時候 然後他騙他 他好像被人M 然後變了電單車 變身那一刻 你知道蒙面超人的東西的人 就知道 不知道的人的話 就算是M的 即是有個效果出來 最主要就是他做到的效果出來 最糟糕就是 你一定要知道那個勒他 才知道好笑的東西 這樣就非常糟糕了 即是這套東西 連連勒他都很好笑的 理論上 是啊 OP 非常洗腦 電腦 電波 電波 電波式洗腦 我想問一問 阿羅阿姊求學他哥哥 是否沒有什麼 即是那些叫他哥哥 都是一些 叫他哥哥廢話 一特之情是卡的 應該是路人來的 很弱雞嘛 經常說 被我妹妹超越了 你的少料很舊 感覺上那一集 即是第三集那些少料 就略為舊 即是突然那個鐵筆 即是他爬到上場之後 就夠鐵筆 你猜到 我看了三集裡面 他每一集 都有一個主題 即是你看看這件事件 去穿插 但是呢 事件的內容 是不重要的 而事件內容裡面的 你看看 先是他的重點 以及他的搞笑 先是他的重點 而那件事件 你不要理會怎樣解決 總之 解決了啦 嗯 其實都幾氣啊 不解決 他就留在地球 好 他就留在地球 我覺得是 認真就輸了 當然啦 如果 因此對蘇克魯神話 有興趣的朋友 我覺得 是兩回事 來的 我要澄清 是兩回事 我對蘇克魯神話 又抱有任何感到 而蘇克魯神話的故事 的 複雜性 或者是任何設定的東西 是多到 你 看一年都 可能未必看得完 可以說 我在蘇克魯神話 我是花了接近兩年時間 但是 我最後還是未看完 如果有心的人士 就 真的 因為這樣而有興趣 但是 我想 如果你對文化的東西有興趣 對些文系的東西有興趣 對這套東西應該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因為裡面的 觸手啊 外星人啊 三頭六尼啊 深烤十門 總之 那些黏液體啊 一啫喱型的東西 就是非常之多的 總之 我先掛給大家聽 如果有興趣的人的話 看原作的人的話 自己留意 小心你自己的設定 普通一點點 現時現在Amazon 那個預約 BD預約 DVD預約 已經成為了第一位 他應該去回白光 可能之後有機會 是啊 洗澡那一幕 是啊 洗澡那一幕 他們想 兜一下 就禽了 Mario-san 那一下 三天之前熟飯啊 我知道 是啊 真的很明顯 他只是享受被M 其實 是啊 經常拿一插一插 他 對千層是AM 對啟能是S 所以他都會叫一個高達機 不是 每集會轉的 這個是動畫組加進去的 不是 他動畫組每集都會轉的 好像第一集是Gundam 然後第二集是第二 是啊 這就是動畫製作組方面 自己加的惡搞 對 聽你說的那樣就洗腦成功了 很明顯 中下毒 一回合 至少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OP 而令到Amazon的預約這麼高 都有可能的 其實 至少在 但是至少 現在動畫 即是新版裏 出現效果 很明顯 就是那個洗腦 無論洗腦到 或者人 人氣 他都算是數一數二的 至少做得漂亮 我覺得 對 即是突然爆裂 你可以說是黑馬 因為很多人 你說未看之前 都不知道這套作品的存在 所以我都視為是黑馬 哦 最主要就是 之後就看他 究竟有幾多力他可以讓你玩到 可不可以玩足12集 阿程交流都配得不錯 起多穿才厲害 真的聽不出來 我聽得出來 起多穿是那個 壓沉的聲音 火焰頭髮那個 不是 起多穿是藍仔 藍主床 算了 我輸了 阿程交流是內下之外 那條外幕這麼長 Sensor 這套就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輕鬆的話 是可以的 當然 如果大家 剛才一開始 你對很多作品 或者對特色 有認識的話 那我相信 是有趣的 會成為非常愉快 我們便去下一套 2的 好 那我們便去下一套 2的 好 那我也去下一套